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打开抖音 搜索爱情保卫站的官方直播间并添加关注 我们已经在每天晚上的8点到10点开通了直播 我们的情感导师会在线帮您答疑解惑 你们还有机会连麦他们 来看看今天请到的几位情感导师是谁 他们是情感导师沙娜老师 欢迎 情感导师严品红老师 欢迎 情感导师陆琪老师 欢迎 情感导师新唐米娜老师 欢迎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看 今天的四位情感导师 如何帮助我们的嘉宾朋友 走出他们的情感困惑 来 了解一下这对嘉宾的基本情况 请看 我觉得你的情绪非常不稳定 像一个小孩子 如果你不对我使用冷帽力 我也不会做出砸门骂脏话 这种冲动的事情 那你答应和我回老家工作 你带孩子 我赚钱 希望你不要每个月 都让我给你那么多钱 都快把我榨干了 那你答应我不能和其他异性 拍接吻的照片 你以后能不能不要 偷看我的手机 有请这对夫妻 有请 薛先生 33岁来自浙江自由主任 林女士29岁来自浙江 宇文老师 欢迎老妹 结婚几年了 四年了 结婚四年了 对 今天是想说说你先生是吧 是 我觉得很多事情就是 结婚前他承诺给我的事情 后面他都做不到 甚至我觉得婚前的有一些东西 都带有欺骗的成分 有 我真的觉得他在骗我 但是他始终不承认这件事情 好吧 我们俩是相亲认识的 那个时候我是怀抱着 我想要找一个稳定的人 构建一个稳定的家庭 我希望我能够跟我的丈夫 一起去抚养我的小孩 因为我小时候是 爷爷奶奶照顾我的 所以我非常地渴望 我以后能够和丈夫一起 共同送小朋友上学 开家长会 虽然那时候我不知道 他是什么工作 但是那个时候 他跟我说的是 以后我们可以一起 至少我们可以去 接父母的班 不是 这都乡上了 还不知道什么工作呀 其实就是因为是熟人介绍 我们父母那一辈的说 可能就是家里的情况 大家都挺了解的 所以就是我们两个人 可能也就没有沟通得这么细 我家里我父母是做生意的 做服装生意的 然后是想接他们的班 也想跟着他们一块做生意 但是后来我尝试过 就是跟着自己父母 去做生意的那种感觉 就是自己家里人 给自己发钱的那种感觉 他并不好受 后来我就跟着他们 干了一段时间之后 我就直接跟我妈说我还是愿意 自己去闯 所以我就放弃了 跟父母一块做生意这件事情 那就等于就是说 没有承诺他说的 跟父母干 跟那个在一块 结果我就自己出一闯了 去往外地 干啥去了 做自媒体 捶哪个呢 情感段子 你是拍那种情侣的吗 那种情侣的 那个人讲故事那种 那你的情侣的那个搭子是谁 女卓 不一定的 不一定的 没有固定的 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对 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看我马上就找到重点了 对吧 这就是重点吧 你看他做什么 是情感类博主 这个东西跟我的稳定 实在是差得太远了 你别说情感类 但凡你当时跟我说 你要去做自媒体 做短视频 我就不可能跟你在一起的 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你们当时是在婚前 协定的是吧 婚后他去做了 短视频博主 是的 对 结婚多久他去做的 一年多吧 所以是从恋爱到结婚 这段时间有多长 恋爱到结婚是一年半 中间还有一次 我们俩相亲 因为我们俩在老家 我在老家工作 做老师 老家是哪儿的 浙江温州 然后他是在外面的 但是当时他跟我说 是在外面开公司 真不是短视频 是公司 然后我们俩就相上了 好了一个月 我要留在老家工作 然后他就回石家庄了 回石家庄 一两个月 就给我提分手了 他一定是在石家庄有事 他必然是劈腿了 他总是说 要把我定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就觉得这件事情 我对不起他了 但是在我看来 我根本就没有对不起你 我们是相亲认识的 没有错吧 相亲 如果说我觉得 双方不合适 那我及时都告诉你 然后我开始了 自己一段新的恋情 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吧 然后我是开始了 自己一段新的恋情之后 我才发现 我发现跟西丘在一起 才是可能更适合我的婚姻 所以我跟后来 那个女孩子也分掉了之后 我就重新我回去找她了 您知道 为什么她选那女孩 不选我吗 因为那女孩家里有钱 真的 我们家是很普通的 然后包括我的教室工作 我都是很普通的 我们家里没什么的 但那女孩 家底条件真的非常非常好 就真的是因为 那女孩家里有钱 行吗 反正那就是说 她高攀不上嘛 是啊 然后她受不了人家那公主病 然后回来找我了 所以你还接受了 就我笨嘛 我觉得我认的 我真的是很笨 哎呀 那咱就 咱就别往回倒了 生活往前走啊 有啥呀 对吧 结婚之后呢 老师我们结婚四年了 是不是该有个小宝宝了 然后我想要一个 稳定的家庭 我之前讲了 我希望稳定的家庭 但是她给不了我 她在石家庄 追求她的那个短视频梦 想要出名 然后我在石家庄 跟她租着房子住 我的工作也不要了 我跑到石家庄 去跟她一起 所以你们结婚之后 你就到了石家庄是吗 结婚之后 异地了一年 然后我到了石家庄 我在石家庄 我们俩的收入 实在是比较的微薄 就是我非常希望 我现在非常希望什么呀 就是你不要在石家庄 做自卫片 你给我回老家 我回老家 我继续当我的老师 我工作虽然没有很高 但是我在老家的工作 加上你在老家 你找一个轻松的 轻松的工作就行 然后我们在老家 有房 有车 什么都有 小孩都有 父母帮忙带 我们就能在老家过上 比较好 比较安稳的生活 但是你在石家庄 没有房子 然后小宝宝生了以后 谁给我们带 就是他就没有 为我们未来考虑过 我回去 我就问你一句 我回去我干嘛 我这么多年 我所有的资源也好 人脉也好 我现在都在外面 你让我现在回家去 我干嘛 是 可能比较 最基本的那些工资 我能找到 但是我没有任何资源 我一个月拿了 三四千块钱的工资 没关系 我养你 我工资够的 我在民办学校当老师 我工资绝对是够你 养我的孩子 行 那我 我们可以给孩子 提供一个比较好的环境 你可以说您养我 但是不好意思 我没有办法接受 我没有办法接受 我让一个女的来照顾我 然后说让我去带孩子 这样的事情 如果我回去的话 是 你认得多了 但我没了呀 但是你比我多的那一点 也不够 我们在石家庄买房子 然后小孩谁带 你都不考虑这些事情吗 我说啊 小孩可以 我爸妈是不愿意帮忙吗 还是你爸妈不愿意帮忙 你爸妈在山东啊 生意不要了 在石家庄 过来帮我带小孩吗 你生完之后 孩子可不可以 让他们帮忙带 我们继续挣钱 那我在哪儿 我是在石家庄 还是会回老家 还是会去山东 你要是嫌我们挣得少 你可以回老家 我不介意 如果你要是觉得 我们挣得可以 你可以在我身边 如果我跟你异地 小孩跟我在一起 我为什么要跟你结婚 那我们现阶段 那是不是 总有取舍吧 我特别想知道 就是四年 又这么渴望有孩子 有过孩子吗 没有 为什么没有孩子 女孩子不容易怀孕 是一件很可耻的事情吗 没有很可耻 是我不想给你生孩子吗 还是我不想要小朋友 是我不努力吗 就是我们等一等 等一等不行吗 你看从我们开始 有计划闪药宝宝的开始 一直都是你在想 我也都去配合你 该去做检查也好 我也去做检查 一开始检查出来的时候 说是我有问题 我吃了差不多 也有半年到一年时间的药 后来我再去做检查 我没问题了 但是我们还是没有 我就觉得 可能他有什么问题 可能没检查好 他再去检查 其实他身上的确是 有三个问题 都容易导致不孕不孕 那别人一个 就已经是很难了 他还三个 而且发生了这个事情 说句实在话 无论是我父母 包括我 说实在的 从来没有因为这件事情 说对你有一些 不好不好的看法 我们该怎样还是怎样 但是你每时 总是着急地要小孩子 我就说了嘛 孩子都还没有 你就开始天天规划的 要孩子怎么样怎么样 现在要怎么样怎么样 动不动就拿这件事情 来压我 我很累的 我没有要怎么样 我对我现在是还没有 但是我们在做试管了 我们已经成功地去 冷冻了十一个了 我很快就会有的 真的是 今年没有 明年后年就会有小朋友的 但是有了小朋友 谁替我带小朋友 我小朋友在哪里读书 所以你放松啊 我似乎觉得 孩子这件事情 已经把你们的生活压垮了 你给自己的未来设定了一个 叫抓不住的东西 对吧 你能不能先放松一下 放松下来 我想知道你跟他在石家庄 生活的这些年 你快乐吗 你们在一起三年快乐吗 奶头乐 就是很 就是很简单的快乐 我知道 非常简单 我最终想要的快乐 不是这种简单的快乐 我想要有一个 安定的幸福的家庭 就可能是因为我小时候 就是爷爷奶奶照顾我的 但是我不想把这个东西说 我爸妈没有做得不好的 就是生活所迫 没有办法 就是得这样 但是到了我这一段 因为我已经通过自己的努力 做一个老师了 我就是希望能够给我孩子 至少是一个 相对有父母陪伴的 稳定家庭的 安稳的一个 不是 这个家庭的稳定 在你的这个概念当中 就是爸妈在一起 就叫稳定是吧 我非常渴望有父母的陪伴 非常渴望 非常渴望 除了这个稳定标准之外 财富是不是也是一个 重要的标准 我不是说大富大贵的那种 我真的可以就是 你回家 你跟我回老家 我去明拜学校做一个老师 我们俩家在一起 因为我们有房子 有车子 家里小孩有人带 然后我们一年有个二十几万 我这样我就可以了 所以你要回应他那个问题吗 什么问题 就是那是你要的生活 是啊 他提了一个问题叫 那我在哪儿 但是他骗我呀 他以前没告诉我 我是 最后我现在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他没告诉我呀 他骗我 他真的是骗我呀 你还是不理解吗 后面发生的这些 都是当时未知的 我怎么能算是欺骗你呢 我明白了 男生觉得我没有欺骗是 我曾经是有一个稳定的 因为我跟我爸妈做生意 就是稳定的 对 后来我干不下去了 我想自己闯 我想自己闯 我的生活目标变了 所以生活发生了扭转和变化 这是男生的逻辑 对吧 女生就觉得这样是他骗了你 是吧 因为他去做短视频 去接触一些异性 我在他的手机里 翻到了他和其他异性 接吻的照片 是 的确是 而且这个我跟他说过 这是我去拍那个 模特婚样的时候的照片 我还兼职了模特 我从来没有想过 我会跟这样的人结婚 绝大多数女性 她还是绝无法忍受 自己的丈夫 在外面跟人家拍 这样的照片的 所以为什么不选择离开她 我想啊 想过很多次啊 我从结婚第一年开始 我就后悔 中间挣扎了很多次 但是我爸妈跟我说 嫁鸡随鸡 嫁狗随狗 我愿意再跟他试一试 因为除了这个问题以外 他这个人是比较好的 没有什么对不住我的地方 包括他的父母 我非常的感激他的父母 我觉得离了他 我可能找不到 这么好的公公婆婆 所以我愿意再试一下 再给一些机会 所以就坚持到了现在 就是他现在所从事的职业 让你感觉到 婚姻是有危机的 这是第一 对吧 第二 他现在所从事的职业 让你们不能有 你想要的那种生活 这是第二 所以如果想 让这个婚姻好的话 在你的心里好的话 他要放弃他现在的职业 对 但是对你来说 是不愿意的对吗 我不愿意 因为我要是放弃 我没有更好的选择 如果说有更好的选择 我可以去尝试 我可以愿意为他尝试 但至少现在 截止到现在目前为止 我没有更好的选择 现在我做的事情就是我 目前我们两个人在一起 最好的选择 不 这是对于你来说最好的选择 好 对我来说最好的选择 嗯 你们俩是在家里 也经常为这个争吵吗 就已经吵到吵不动了 吵累了 我就就是当做自己看不见 先回一回这个问题 其实我有个想法 我很想要小朋友 如果有了小朋友以后 他还是这样的状态的话 我可能我受不了的 我要我要小朋友 然后我自己回家 我可以自己带孩子 我不想跟他在一起 是 他自己都规划好了 他希望有了孩子以后 再跟我分开 你这个受得了吗 我肯定接受不了 但是我就是 我没有办法理解 我希望他的观念想法改变一下 其实我觉得我们现在生活 真的挺好的 而且我现在是处于上升期 你说的那些问题 我觉得 随着我的收入 如果说我可以挣得更多的话 你担心的那些问题 都是可以解决的 我这么说吧 现在我每个月挣来的钱 我要给他上交七千块钱 我还要承担 整个家庭里所有的 房租也好 水电万七八糟的那个 杂七杂八的费用 都是我来承担 每个月七千块钱给他交着 他还是觉得我不够努力 还是觉得 就觉得 觉得我挣得少 一定要跟他走 只有觉得他跟他回去 挣得才是多的 我怎么做 他都是觉得我还差 我还差 但是说实在话 我真的已经很累了 而且现在孩子还没有 我们还有时间 去解决这些问题 你为什么不选择相信 我觉得我可以说 挣得更多 或者让生活变得更好 所以你打算玩到什么时候 就短视频的 我没有想玩那个老师 不是 这个玩的意思 有尝试的意思 也有继续干下去的意思 也有放另外一种心态 来从事一件事情的意思 它不仅止玩票 你打算再还玩多久 只要这个行业 能够让我持续玩下去 能带来持续的收入的话 我是愿意扎根下去的 它的核心点 其实就是一定要跟我在一起 两个人就绑在一起 不能分开 我听得懂 我听得懂 人家就不放心你吗 不相信你吗 是不是这个核心 对 他就说他没有问题 他跟所有的异性 都是正常社交 那你觉得这四年下来 他能不能被你信任吗 他都手机都不让我看的 就是我一年看他 真的只看过三回 他都会跳起来的 就是锤门的那种 我从来没有说不让你看 我说句实在话 我的手机密码你知道吗 忘记了 换过一次 忘记了 好 那是你的问题 我给过你 我也允许他看 但是我发自内心地 我跟他说过 我说每个人之间 最起码要给对方一点 最基本的隐私吧 你可以看 但是你看的话 我会不爽 但是我没有去阻止 好 我也会大大方方地给他看 但是我就是表现出我不爽 就像上次那个照片一样 那张照片对我来说 其实就是我是工作的一部分 坚持当模特 我如果这照片的话 我可以比如说 给我的新的甲方 我可以告诉他 我能拍这种类型的 这种样片 在我的理解就是这样 我是我承认 我没有告诉你 但因为我知道我告诉你 你可能会悠悠跟我吵 我只是懒得 就是这种事情 所以我选择没有告诉你 你不翻我手机 什么事情都没有 是 有一天这张照片 突然挂在一个 大商场的门脸上 然后巨浮的 正好他怀着孩子 走过去 叭唧 你说怎么办 这事能瞒吗 不是 那我也知道 我自己几睛几脸 还达不到那种程度 那你干嘛要拍呢 也是一种谋生的手段 啥谋生的手段 就别拿这个说事嘛 为什么一定要 在石家庄拍呢 回温州就不能拍吗 可能温州的环境 没有这边好 而且当时刚来的时候 也是朋友带过来的 所以说从刚开始做 就一直在沙庄那边 所以很多积累的一些 人脉资源都在这边 一下子回去的话 可能没那么方便 这么说吧 至少近几年内 是不可能的 好 听明白了 丈夫说我的梦想是 我想自己做一点事 实际我可以理解就是 我要摆脱我家族 现在做的一些事情 让你们看到我 更大的能力 对 没错 什么事情 其实并不重要 我到底聚焦在哪儿 并不重要 只是我现在聚焦的是自媒体 是这意思吧 你说的太对了 好吧 其实我们现在 基本明白怎么回事了 一个女人的梦想 和一个男人的梦想 但他们结婚以后 如果还有爱 就不可能有矛盾和冲突 只是如何去安排 生活细节的问题 你们听听老师们的建议 好不好 让我们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达达老师 你让他放弃梦想 来成就你的梦想 你觉得这和情理吗 凭什么 那我也放弃了很多 你放弃什么了 就我的工作也不要了呀 但是现在不就是 要成就你的梦想 让他来放弃吗 你们可以说 我们不是一路人 我们两个人 对于人生未来的终点 所要的画面和风景不同 我要的就是 老公孩子热炕头 他要的就是 我要有一个梦想 我要脱离我的父母掌控 我要在大城市打拼 你们两个人 可能是道不同 不相为谋 但是你不能捆绑这个人 让这个人说 你必须要跟着我回老家 不回老家就怎么怎么样 你们只是夫妻而已 你并不能做他人生的主宰者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我并不同意你现在要孩子这件事 你说好 孩子生出来之后 我就带着孩子走了 跟你没关系了 请问孩子的人生和未来 你想过吗 你以后怎么跟孩子交代啊 他以后作为孩子的父亲 怎么跟孩子解释啊 你太自私了 第三 他没有办法给你安全感 一个男人如果让你如此不信任的话 你又没有办法接受他现在这个职业的话 那我觉得你就趁早远离他 你不仅在折磨他 你也在折磨你自己 你为什么要让自己 至于这样的热火当中烤呢 每天在担心他 今天出去拍片 是不是跟哪个女的亲了 明天是不是跟哪个女的要搂搂抱抱 要拉手 所以基于以上几点 我觉得你们可以考虑分开 就这样吧 谢谢上大老师 来 严老师 你们这场婚姻从头开始 就不是因为相爱 水到渠成在一起 都是带着各自的目的 为什么在相亲之后 没有多长时间 男生遇到了一个有钱的女孩子 就和人家在一起了 和这个相亲对象说 对不起 不合适 然后人家富家女和你在一起 你受不了那份委屈 触不下去了 回头找她 还没想到一找人 人家还复合了 女生 你说我就是跟你生个孩子 我生完孩子就回去 我不用你养 这不是真心话 你知道这个孩子生完 就是老薛家的 你不要这个小薛 付这个孩子的成长费用 老薛家也不会把这个孙子 就单独留给你的 你们温州人啊 多注重这个 子孙后代血脉相承啊 那老两口不得把亲孙子捧在手掌心 儿子不要孙子都得要 你心知肚明 我没有说你不好 我也没有碰你这个人 我只是觉得既然你选择了一段婚姻 我们有目的 有原因 没错呀 很现实对吧 我同一个地方的人 我们将来带孩子生活都方便 看老人什么都合适 没问题呀 但这个婚姻当中 首先的基础是爱呀 你得真的爱她呀 你真得感同身受的 去了解她的人生的需求啊 你们俩都没有 男生也没有那么爱女生 否则老爷们说 那既然我老婆那么想回去当老师 那么练家 我跟她回去呗 做自媒体在这枪 我就不相信不能做了 有点基础舍不得扔啊 一块肉都不舍得掉 一滴血都不舍得出 真的是 每个人都只想自己的得失 只想自己的利益 心里没有装着对方 没有装着这个家 你说你们在一起干啥 谢谢老师 陆琦老师 我得帮姑娘说几句 对了 就为啥对她那么苛刻呢 我觉得她有一个前提条件 有个事实摆在这儿 她2020年 辞掉了自己的工作 跟着她去了石家庄啊 已经在石家庄住了三年了 她难道没有为这个男人付出吗 这个时候就问题 就摆在她面前了 你为她做了什么吗 就是出了钱 就是给钱 是不是 那行啊 她跑到温州去 她说了我也可以给你钱 我养你啊 这句话难听是吗 那你说我给你七千块钱的时候 怎么不显难听呢 是不是一句话 你说我给你七千块钱 和她说啊 你回到温州我养你 是不是同一句话 不用给我强证这个事 我跟你讲 现在就考验你一件事 你为这段爱情做什么 你太太已经为这段爱情 花了三年时间了 你做什么 好 这是第一 第二 我认为你是个很好的老师 谢谢老师 而且我跟你讲 你一定要先回去当老师 然后再思考要不要这个孩子的问题 为什么 因为很简单 现在你到了石家庄 你发现的不对的问题 不在于你有没有孩子 而在于你的自信心在消失 整整三年的时间 你消失的是你的自信 而这个自信不是一个孩子能够给你补偿的 你要先回到你的领域里面 让自己的自信重新养回来 回到自己的生活状态当中 让自己重新回到那个 我不会整个人精神崩溃掉 那种状态 到那个时候再去思考 我是不是真的要有一个孩子 或者要和他有一个孩子 因为孩子是礼物 孩子不是解药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 这个男人 我跟你讲 我不是完全不站在你前面 我永远只是有梦想的路 我自己就是干这个 我就是干新媒体的 对不对 我干了那么多年 我就创业的 二十岁开始创业 职业创业家 现在四十多了 创业创了二十三年 对不对 我就是干这个 我跟你讲 我可以给你打包票 他这辈子就是创业 不可能做一份拼拼拼拼拼工作 所以我跟你讲 你曾经想的 什么当富二代 就接爸妈的办 也不可能 我爸妈也做生意的 我也没接班 跟他一模一样你知道吗 不会接的 要接早接了 接班的人不是这样的 接班的人绝对是躺平了 就是等着父母来钱了 他不会接 所以你们现在要干什么 要妥协嘛 要妥协出一个 可能的结果 打比方说 如果你认为 我从石家庄回温州不行 不行的点在于 我不能从一个 新媒体的一个大城 去到一个小城 那好 OK 去杭州行不行 杭州的资源难道不够好吗 你在杭州 你要做什么新媒体 你找不到人脉 找不到东西 杭州企业不够多吗 好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如果他在杭州 你能不能接受 能啊 你看 立刻变成了另一种 思辨的方式 这种思辨的方式是 你为这个家庭 做一些妥协 而不是完全放弃你的梦想 那么回过头来 石家庄到底有什么 让你留恋不去的 如果真的石家庄 有那么多 让你留恋不去的东西 那么你干脆说清楚 就是我这辈子 根就扎在石家庄 我真的走不了 我们两个各自 还各自的自由 我觉得可以的 所以 年轻人 你稍微想一想 做人啊 梦想固然重要 但我们最终 不可能去做那个 一将功成万古枯的人 身边的人 不可能永远为你牺牲 我们也要 为家庭做一些付出的 至于你 先回去 回去了之后 让他冷静地 思考一下 想一想 真的他要扎坑在石家庄 说明他在石家庄 就是有一些 他留恋不去的东西 那你就别等了 就这样 谢谢陆琪老师 妮娜老师 刚刚陆琪老师说 石家庄有什么 石家庄有前女友啊 石家庄还有前女友的 那一些人脉呢 所以新的城市里头 哪有故事呢 我要是你 我这一辈子 都不会来石家庄 你明明知道 他自己当初 跟你的那一趴 是怎么过的 你也知道 自己经历了 什么样的伤心 这个男人 喊你来石家庄 你居然就来了 这个男人 找你求婚 你嫁了 我就当你爱了吧 但你怎么还愿意 跟他一起来到 这个城市呢 他向你求婚的时候 难道不是你 应该告诉他说 我愿意嫁给你 你跟我走 这个城 我一步都不会踏入 因为这个城 是我的耻辱 所以在当初的时候 我觉得你的付出 就是多余的 但是你付出了 所以在这个感情里头 我一点都不觉得 你有错 甚至我觉得 你打算 怀一个宝宝 不要他都可以 有了小朋友 回到自己父母身边之后 很可能把您 过去的这一个 伤痛都能弥合 你会发现 你的妈妈 一边唠叨着你 说嫁了人了 嫁鸡就随鸡 但一边会帮着你 一起带孩子 你会发现 当妈妈抱着他的时候 可能你也仿佛 看到了妈妈抱过的你 我们可以把家 寄托给自己的父母 我们也可以 把家寄托给孩子 最重要的是 我们还可以 把家寄托给自己 当你可以成为你这个家里头的顶梁柱的时候 说实话 这种自私的男人 有他可以 你就全当他锦上添花 别惹事的话 当你是个锦上添花 惹事的话 你就直接扫走算了 保证好自己的身体 然后争取早日怀上和早日做妈妈 至于你 爱咋的咋的 行吧 没啥了 反正通过四位老师的分析 我们发现这道题并不难解 其实是有解题方案的 解题方案在谁手里谁知道 核心的问题 不是还是没有安全感 跟孩子有关系 跟孩子没有关系 就是对这个男人不放心 孩子只是一个幌子 然后这个孩子被放大了 逐渐地被放大了 而这段关系里 我是能看到爱的 男生对女生大概也是有爱的 没有爱的话 这四年也坚持不过来 所以梦想都是幌子 核心的东西是什么 你们心里清楚 一起进入真情60秒 其实我刚才天员老师说我这么多 其实你我心里都知道 我们真的没有什么说 特别大的矛盾 或者是说一些什么 不信任或者什么的 其实我现在就算在在你面前 我承认之前发生的那些事情 你虽然说嘴上会经常提 但其实我知道你心里已经过去了 不然的话 你也不会像我们今有的时候 开玩笑一样 而且我也知道 你现在对我的状态 其实是完全信任的 再就是你也知道 就像刚才主持人老师说的一样 这么多四年的时间 如果我们真的要是没有了什么的话 我估计也走不到现在 所以我始终相信 你对我是有感情的 而且我照样对你也是感情的 我们所遇到的那点问题的话 我觉得是可以解决的 我还是那句话 我不能保证就是说 我现在一定会给你一个答复 但是既然有好的方法的话 我会愿意去尝试 我也会想办法我去改变 行 这个我们直接料方法 今天的这个选择 稍微功利性一点 好吧 就是同意回家就出来 我没想好就别出来 对吧 不愿意回家 咱们在这儿 也算给彼此留个体面 回去之后再聊 好不好 谢谢两位秦辉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欢迎通过 今月APP天津FTV 网络电视 万事达手机客户端 收看本期节目 欢迎登录优酷视频 腾讯视频 搜狐视频 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 登录抖音 搜索爱情保育站的 官方直播间 并添加关注 我们也在每天晚上的 八点到十点 开通了直播 我们的情感导师 会在线帮您打一解惑 你们还有机会 别卖他们 来吧 我们预测一下吧 女出男不出 我其实希望 像陆金老师说的 他们双方都很有爱 还是愿意为这段感情 去包容和妥协 我希望双出 我觉得双出吧 那男生我觉得也不至于 连这一步都不肯退吧 不肯让吧 不是 如果说这一步都不退 那真有大问题 那就真的是 石家庄有问题了 对吧 肯定是双出嘛 来 请开门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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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着 来吧 一起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吧 各位 请见证 来 请亮灯 早晨贵子嘛 开开心心的回家吧 谢谢你们 请回 谢谢老师 请回 请回 来 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 各位请看 我这辈子最大的心愿 就是有个婚礼 以后咱们肯定能办一个 现在经济条件不好 条件好了 肯定不办 你可别花大饼了 你就是觉得自己结过一次婚 再结一次 让人笑话 这回我说真的 肯定不忽悠你 我特别希望你能相信我 跟我好好过 只要他对我好 把他女儿的事放下 我俩肯定能走下去 有请对队夫妻 有请 您现在是47岁来自黑龙江自由职业 宋女士48岁来自黑龙江自由职业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投婚嫁给了二婚 二婚还带了娃 你们结婚多少年 十三年 那你们自己有娃吗 没有 为啥没要 觉得经历条件不是很好 跟他结婚最大的遗憾 就是一直没有办婚礼 因为他当时说 他家里条件不好 结过一次婚 没有钱 就一直没够办 当时经历条件确实不好 等一等 然后等经历条件好了 然后再给办 是一个生活的发展 有很多东西 不是你想象成那样的 然后一步一步就走到现在 因为我是瞒着家里人 跟他登记 为啥瞒着家里人 因为我妈知道 她家是农村户口 所以不同意 然后她上我家 她就是对我妈去做饭 然后帮她洗脚什么 我妈就觉得 她人还行挺好的 然后被迫无奈同意了 因为我妈那时候七十多了 说我年龄大了 也管不了你了 所以自己的幸福 自己把握吧 然后就把户口班给我 当时登记的时候 我姐他们谁都不知道 就只有我妈 没办法地把户口班给我了 也觉得不放心 管她家要五万块钱 当时她说给 等着到她家的时候 就变了 说这个存的五万是定期 等到妻子再给 我说不行 必须给 后来就说这五万呢 又不是彩礼钱 是我们以后 想要自己做什么事情的时候 用的备用机 我们在北京那时候打工 说父母身体健康不用管 孩子呢 说她父母照顾 也不用我嘛 结果呢登记以后呢 就是父母是年龄大了 需要去照顾 要回老家 我也同意了 因为我母亲七十多了 就我妈四岁的时候有我 我觉得呢 就是我也一直的心结 就是想进校 那就回去吧 结果回去以后呢 她父母什么都不管 经济各方面都没有帮助 直接把她女儿就推给我们了 就是让我们来管 我呢是作为一个后妈 自己没有孩子 没有任何经验的前提下 我还要去工作 还要 因为我 那时候孩子多大 那时候上四年级 十岁 十一岁 对 然后我呢 就是全心全意地去 去为了孩子 因为我觉得当后妈 本身名声就不是很好 对孩子学习和生活 各方面呢 我觉得我都做到了 就是跟亲妈 没有一意的地方 但是呢 就是有一段时间呢 我发现孩子就是 书包里经常多一些个 就是像笔啊 像皮啊什么 这些小东西 而且有的时候呢 我们没有给钱 结果在包里呢 就会多个五毛一块 就会多个五毛一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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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我是干什么的呢 第二天的时候呢 我们在她弟弟家住的时候 白天就是休息一会儿的时候 在床上盖着被子 她弟妹就开门就进来了 然后就说 两人干什么一个被子 盖一个怎么怎么的 就挺生气的 就把门关了 我当时在想 我们又没有做什么 只是躺下休息 有点冷 盖着被子 两个人盖着被子 夫妻不很正常吗 她自愈反应那么大吗 而且我们去上釜山 去玩的时候 上一个山 山上有就是那种 像夫妻挂安心的地方 然后当时 因为她弟弟上班 没有时间 我们三个一起去的 让她去的时候 她不去 然后我俩去 上那去拍完照了以后 回来的时候呢 他弟妹又叫她 去给她拍照 所以我就觉得 心里特别不舒服 而且我这么多年了 我去上那边去 去看她去 反过来 是看到这样情况 所以我就没有 本来让我也上韩国的 我没有去 后来我生气 我上日本了 您去韩国 发现她这样 你就去日本打工了是吧 是 您在日本待了几年 三年 她有时候对我很强势 我就说了一下子 就是说 人家看到人家 其实我后来才能意识到 不应该那样说话 说别人好 然后说她不好 你没有照顾到 她的心里感受 那在这七年期间 像逢年过节 过生日什么 她会给你寄钱 有礼物吗 有一年 我过生日的时候 给我买一块手表 因为这手表 我也是挺不开心的 为啥不开心 我的手表呢 是她让她那个 就是外国资源中心的老师 陪她去买的 我问她的时候呢 她说她是她自己 所以我就挺生气的 但不是说是因为 不正当关系 我就觉得 这么一点小事 你至于还杀个谎吗 就说你跟老师 一块陪我去 老师是女的是吧 是的 她另一个老师呢 是从韩国到 从中国来旅游 跟她妈妈过来的 然后我接待着她 她就跟我说 说我爱人 跟阿老师关系挺好的 然后你的手表 也是阿老师帮她一起买的 所以我就特别生气 那这件事情 你可以跟我说 就是我去学韩语的时候 有很多像我们这种 去打工的这些人 有很多女的 像男的 毕竟你一个人单身在外头 你可能有那些 浪漫其较的想法 她对我这方面 有不放心的地方吧 然后有的时候 她非得就是说 让我发视频 因为我在那边 就是用的那个手机 流量很少 因为你用的 不是很贵的套餐吗 为了省钱 然后有的时候 就没有流量什么的 我也舍不得 给她发视频什么的 她就觉得 我好像有什么事 背着她 瞒着她了 打工七年 给您挣回来钱了吗 挣回来了 她钱基本上都给我了 钱都给您了 您管着 在国外打工这么多年 有没有给老人寄过钱 过年过节的时候 我都会给 她不说我也会给 给的多吗 象征性的意思一下吧 像去年过年的时候 我给的是一千 然后前年两千 这儿子在外面打工一年 给您多少钱 我没有算过 不少吧 万内数起吧 也不多 对吧 得吧 嗯 让我们梳理一下 您十三年的婚姻呗 你们是哪年结的婚 一零年 一零年 是什么时候 从北京回的东北老家 一二年 一二年 结婚两年之后 回的东北老家 对 回了东北老家之后 前妻的女儿 跟您打翻是哪一年 应该是一三年 一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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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年 回去一三年 然后她 回去一年之后 就跟女儿打翻了 女儿就回到了 自己亲妈那一边 这是一三年 对吧 对 哪年您怀的孕 一二年 一二年 一二年怀孕 回的东北 行 回了公婆那儿了 然后您是哪年 去的韩国 一三年 一三年就去了韩国 一三年年底 那您在韩国待到哪年 二一年 二一年年初 来 您什么时候 去的日本 我是一八年 什么时候回来的 二一年 那你们夫妻 没在一起生活多久啊 没有共同的生活交集啊 你们的交集全是痛苦啊 亲女儿的出走 对吧 妻子的流产 到韩国好不容易 探自亲 发现丈夫 疑似不忠 一怒之下 妻子又去了日本 你们这来干嘛呀 我就是想要有一个 自己的婚礼 有自己住的房子 现在父母还健在吗 现在 二老都在 对 那现在你们住 住哪啊 没有地方住 现在我们在 就是在外地生活 我父母现在也 也是在外面住房 我家老家的房子 就是 拆迁了 然后一直也没有回迁 他就说 买房子现在便宜了 就现在不值钱 不买 他是 他到哪儿 哪儿都是家 然后 他家的房子 这几年 不没下来吗 然后就说 下来装修 要还是跟父母 在一起住 为啥不给人买房 因为老家有房 在一个将来 落到哪儿也没有定 在一个 落哪儿啊 手里的钱 也不是那么宽裕吧 落在哪儿啊 哪儿 看看哪儿适合 我们就去哪儿 哪儿适合您呢 没想法 行吧 目的非常清晰 买个房子 办个婚礼 老师问你们看看 应该怎么办吧 让我们一起进入 秋比特文圈 张大老师 买个房子 办个婚礼 这日子就好了吗 买个房子 办个婚礼 您的人生 就圆满了是吗 买个房子 办个婚礼 您的婚姻 就幸福了是吗 如果作为正常的 恩爱的夫妻 七年的分居 一定会想办法 我们结束一地分居 是你投奔我 还是我回来 而不像你们 好嘛 你连中国都不等了 直接奔日本去了 这叫过日子吗 你们俩一个 韩国一个日本 请问你们 在过这个日子 过什么呢 为什么呢 我就是说 您从开始 嫁给这个男人的时候 就没有想好 我的人生是在哪儿 我的婚姻是会怎样的 我嫁给一个二婚的男的 我可能就是没有婚礼 我可能就是会 受他们家的知识点点 我可能就是 当不好后妈 如果这些责任 您都想清楚了 想明白了 好我嫁 稀里糊涂 你自己选的路啊 你现在抱怨什么呀 婚姻过程这样 你可以不继续过来 你可以走啊 你可以离婚啊 现在要婚礼 要房子 为什么呀 拜托你 想清楚 这日子还要怎么往下过 是真的一个房子 和一个婚礼 就能让您的婚姻 变得幸福了吗 就能让您的生活 变得幸福 让您心里面的这些委屈或者憋屈全都过去吗 如果能的话 我什么都不说了 谢谢 叶老师 其实我听你们俩讲述着过往十多年的婚姻 我心里真的挺悲凉的 就是两个非常空洞 无力 无趣的灵魂 也不知道是在哪个时间节点 在哪个特别暗淡的时候碰到了一起 然后好 一结婚 两个无力的心灵 彻底被撕碎了 女的发现 这家里怎么这样啊 我谁也弄不明白呀 男的发现 我怎么我媳妇来了 我闺女没了 你连把女儿接回来的本事都没有 你连安抚老父亲的能力都没有 你做了什么呀 拍拍屁股跑了 还跑得挺远 这咋都这么稀里糊涂地活着呢 我觉得你们过去就算浑浑噩噩 就算空洞乏力 那终于都回到老家了 决定一起过日子了 四十多岁 怎么就不能好好过呢 就是放的好日子不会过 所以你们从今天开始 如果来到这里 是想寻求一点生活的生机和力量的话 我也建议你们还是抱团取暖 好歹还两个人挺勤奋 出国不怕苦不怕累 赚了一些钱 咱从此把日子好好过起来 四十多岁好的日子还到后头呢 买房给人家一个婚礼 你好好地去疼爱一下这个男人 关心一下他 两个悲凉的灵魂在一起 也许还能互相带来一点温暖 真的希望你们珍惜 谢谢严老师 陆琦老师 我不太清楚你在这个世界上 活着的意义是什么 你为人子做了什么 你为人父 闺女在你身边的时候 你不照顾 闺女离开你身边的时候 你不闻不问 你为人父你又做了什么 你为人夫 丢着一个老婆在国内七年 要婚礼不给婚礼 要房子不给房子 不是你在干什么呀 你身边所有的人你都是不管不顾的吗 来 女士 我给你讲 我们生活里面要做很多的决定 有正确的决定和错误的决定 我给你讲一个常识 我们做了正确的决定要坚持 我们做了错误的决定要修正 你是一个做了错误决定就将错就错的人 你从来不修正任何错误 你有没有发现 你嫁给他之后 你发现婚后的生活跟我是不一样的 这是个错误 你修正了吗 你没有修正 那我就过下去 你跑到韩国之后 发现我这个老公跟我之间情感是有隔阂的 你修正了 没有 你说我去日本逃避一下吧 然后呢 到现在你说我要的只是一个婚姻 一个房子 人生是要止损的 为什么你的生活越过越不如意 为什么你生活过到现在还是什么 跟一潭浑水一样 你看不到前面的路 你过去那十几年时间在做什么都不知道 为什么 因为你不知道止损嘛 错了又改正 你的人生里面犯了那么多错误 你改了吗 你没有改 你只是内耗 只是不断地迁怒于人 所以我觉得你们重新思考一下自己的生活 至于你 我建议你去和你女儿道个歉吧 那么多年了 她接不接受 两说 她就算不接受你也是应该的 但至少你作为一个父亲 你至少欠她一个对不起 就这样 我联系我个女儿 就是她不接我电话 也不回信息 您的女儿走了以后 你有没有找过你的前妻 没有 有没有给过她抚养费 当你的前妻开始替你抚养女儿的时候 原本抚养权在你这儿 但是当那个女人在替你抚养的时候 有没有给过钱 给你前妻请她帮照顾好你的女儿 凭什么离了婚了以后 你就必须得跟前妻老死不相往来 哪怕女儿出了这么大的问题 也不交代清楚呢 是你们治的气重要 还是女儿的安危 女儿的成长更重要 当两个成年男女说 我们一旦离了婚了以后 我们话都不说的 我们在孩子的沟通上 孩子出了重大的问题的时候 甚至我们的监护权 可能都在发生转移的时候 我们都连一句话都不说 至于吗 后妈就算那个时候质疑了一句 孩子跑了 作为生父的有没有调解 后妈哪怕是误解了 想去道歉的话 有没有机会 你有没有在中间起到任何的作用 你把自己的父亲 自己的孩子 全部交给了这一个女人 什么都不给她的情况下 让她承担这么多的责任 义务以及非议 你对你身边哪一个人是好的 她对她父母和孩子好 因为我们登记之前 所有的钱她都交给家里了 所以我跟她登记以后 一分钱都没有 是啊 你跟她登记 你们俩白手起家嘛 她这样做得对嘛 婚前财产全部给人家了 你可以选择不嫁嘛 但你非要嫁给这么一个男人嘛 那时候我认可了 你觉得她笑什么 对孩子 对啊 但是娶了你之后 她对孩子好吗 娶了你之后 她对她父母好吗 娶了你之后 她对你好吗 那么在这个时候你说 我想办一场婚礼 请问这场婚礼 你要给谁办 这场婚礼必须得到场的 有谁 是你讨厌过的女人 还是你爱过的男人 我觉得她的父母 她家人 对我没有认可 办了一场婚礼也不会认可你 你们一上来 把结婚的顺序 就没有按照传统的来 你就不要指望得到 传统的认可和传统的祝福 你们就按照你们两个人的方式 过活不就行了吗 你握着她的钱 你管着她的所有 收起这有一些 莫名其妙的欲望 你就会发现 我的人生原本 不需要站在这里 被大家剖析 被大家来指指点点 被大家来教你们做人 对吧 对 别有那么多的贪念 一切都还照旧 谢谢敏达老师 我说一个事实 你看是不是 一个男人 曾经非常的孝顺 他打工 寄钱回家 养自己的爸妈 养自己的闺女 突然有一天 她说 我结婚了 于是一个女人进了门 打这个女人开始 进门开始 给爹妈的钱没了 莫名其妙的 闺女 又被人抢走了 过两天 这个孝顺的男孩也消失了 可是钱 爹妈却一分没见 你说这个家族 会接受那个女人吗 我哪一点说的不是事实 你可以反驳我 对 我说的都是事实 对 所以为什么这个家族的人 不认可你 我们当然知道 你要婚礼干嘛 不过就是想证明 我是这个家的女主人 你已经是了 你还要证明什么 如果说你嫁给她 是你苦难人生的开始 那对她的家族来说 这个男人娶了你是 整个家族苦难的开始 我们说闺女的时候 就是在她心里扎一刀 每说一次就扎一刀 她一定把这个东西归结于你 虽然始作俑者是她 那亲戚看到的事实和结果 就是你进来了 她闺女出门 亲戚们看到的结果 就是这个男人 辛辛苦苦一辈子 唯一一个闺女不理她了 这就是结果 还办婚礼干嘛 你们要自己去找那份羞辱吗 不是应该低调地修补这些 被伤害掉的情感吗 怎么还是高调地要去张扬呢 其实在这段婚姻当中 你已经拿到了 你该拿到的了 还要什么 你们好好过 你们自己日子就行了 一起进入《真情流》 我想说的是 经历这些侃杆磕磕 然后走到今天 我也很感谢你 感谢你改变了我很多 你为我也改变了很多 我们珍惜以后的生活吧 然后尽量能够 在父母的有生子年 和我女儿 没有成家立业之前 能够做到我们应该做的 不是空洞地去说 然后我对你呢 也是让你能够有安全感 过你想要的生活吧 生活与别人无关 是我们自己的 我们为了自己生活 谢谢两位 请回吧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本节目唯一的官方报名热线是 02-236-06301 有情感困惑的观众 可以来电报名 不收取任何的费用 小心被骗 小心被骗 来吧 双出吧 就他们俩抱团取暖 其实也挺好 对抱团取暖吧 就这样吧 我是觉得他俩不在一起 真的也就没有人一样 就这么过吧 双出 陆琪老师 如果爱情是一场童话的话 他们俩是黑暗格林童话 双出 对双出 来吧 看他们自己的选择吧 请看 就是你们俩就好好生活 你们俩有闲暇之力的时候 就照顾一下老父亲老母亲 你们俩再有一点点闲暇之力的时候 就修补一下跟女儿之间的妇女感情 其他的就没什么了 来 希望你们能幸福 各位请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 请见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节目的代理支持 也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 我们下期一节目再见